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 第一章的第二节 这一节的经文 是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事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读 恐惊乎其所不闻 莫献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毒也 刚才讲了 这一节 就是讲功夫论 朱熙讲说 这个就是存阳省察之要 存阳省察之要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这个道 就是前面讲的率性之位道的道 也就是人道 是人生和人世间的正道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虚于 我们现在就说 也在用这个词 这古书用的比较多 虚于就是片刻 一会儿 这个道是一会儿也离不开的 所以道也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按照朱熙解释 这个道呢 它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 结性之德而聚于心 无物不有 无时不然 这个道是 在日用事物之间要用的 无时不然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用得着它 所以就不可虚于离也 不能片刻离开它 若其可离 则为外物而非道也 就是如果说这个道可以离开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道 那么这个道呢 就不是儒家讲的这个真正的人道了 那么朱熙说的 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就是人道 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准则 道德规范 性之德而聚于心 就是人心中所固有的 本性之德 无时不然 就是不可虚于离也 时刻不能离开的 可离非道也 若其可离 则非外物而非道也 就是我们看中庸后边还有一章 讲的是这个道不远人 道若远人非道也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这也是这个儒家文化一个特点 儒家文化讲的这个道 虽然讲天道的时候 我们好像说它有超越性 但是这个天命之为性 这个道呢 它又在人的内心之中 它作为人性 是在人的内心之中的 它实际上指向的 还是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之中的 这种日用常行之道 那么这个中庸里边说道不远人 按照这个中庸上说 紫约 这是孔子说的 如果远人 那就不可以为道 那就不是这个儒家讲的道了 所以这也是中国哲学 这个内在超越 我们现在讲中庸上讲说是内在超越 什么叫内在超越 我们讲天道 那可能说它有超越性 我们西方的基督教说 这个上帝在另一个世界 它有这个超越性 但是中国哲学一个特点呢 它有内在超越 这个超越呢 它因为它有内在于人心之中的 它作为人性 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 所以不管叫这个内在超越 这是中国哲学一个特点 后面 这主要讲了这个修养的功夫论了 就是中庸里边讲说 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读 恐惧乎其所不闻 朱熹的 章句说 是以君子之心 常存敬畏 这个戒慎恐惧 这两个词呢 有时候经常我们 尤其是到宋代文献之中 还连着用 有时候就把它连在一起 就是戒慎恐惧 不太好理解 也可以就是说 这个戒慎恐惧 都可以把它叫敬畏 敬畏这个词 我们现在还经常用 心 常存敬畏 虽不见闻 亦不敢忽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而不始离虚余之情也 所以我们可以说戒慎恐惧 就是心中常存敬畏 有一种敬畏之心 那么戒慎乎其所不读 这个不读和后边说 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这个闻 这个读闻就是见闻 这个就是见的意思 看见的意思 闻就是听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见闻 这里边就是说戒慎乎其所不读 恐惧乎其所不闻 意思就是道德修养 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自己的事 是我们内心道德修养 首先你要是这个正心诚意 正心诚意都是人的这个个人 内心自己的事 所以这种内心自己的事呢 它不被别人所见闻 所以这个读闻呢 见闻是指的是被别人所能看见 所能听见的 所以它不被别人所能够看见 不被他人所见闻 不被别人所看见 但是君子呢又长存敬畏 不敢疏忽懈怠 就主席讲说嘛 亦不敢忽 不敢忽就是不敢疏忽懈怠 为什么别人看不见 也听不见的事情 而自己还要有敬畏之心 这个 这个 还不敢疏忽懈怠呢 就是因为这个道德修养 它是 人之内心 自己的事情 它不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所以它要长存 戒慎恐惧 这种敬畏的 有这样一种意识 后面 这就是经文说 莫陷乎隐 莫险乎危 故君子 慎提毒瘾 这里边的 这个 贱 读为贱 这个 朱熹 朱银章章讲了 贱 因贱 这个古书当中经常 讲到这个贱的时候 就读成贱 就是表现的贱 表现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 这个 用这个贱字 隐的话呢 是这个暗处 微是指的细事 就是细微的小事 读 盛其毒的读 不许说 读者 人之 人所不知 而己所独知之地 这边讲了这个 盛其毒的这个读 人所不知 而己所独知之地 莫献忽隐 莫献忽 莫献忽 莫 在古书当中经常说 没有 没有 这个莫献忽隐 意思就是说 没有 比在隐蔽之处 细微之事 人所不知 而己所独知之地 更能够显露出自己真实的 道德修养水平 莫献忽隐 莫献忽隐 这个隐就是 你站在这个隐蔽之处 是别人所看不到的 别人所看不到的时候 恰恰 是自己 啊 所最能够清楚自己的 那个修养水平 到了什么程度的时候 莫献忽微 在那个细微的小事情上 才正能够表现出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 在人独处的时候 在人所不知 在别人所不知道 而自己所 啊 单独啊 自己所知道的 这种场景下 也能够 最显露出 啊 我们自己的 道德修养水平如何 啊 啊 我们看朱熙的 章节就说 言 幽暗之中 细微之事 既随未行 而积则已动 人随不知 而己读之之 啊 己读之之 别人不知道 但是自己 单独却知道 则是天下之事 无有著见明显 而过于死者 是以君子 既常戒惧 啊 这个戒惧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啊 这个戒慎恐惧 啊 这个戒慎 啊 或者警戒 谨慎 恐惧 恐惧就是老怕担心自己 啊 这个 有所差 差失 啊 说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 啊 谨慎 啊 所以恶人欲 于江亡 而不使其自掌于隐微之中 以至于离岛之原也 啊 这里面啊 啊 朱熹一列里面用一个 就是前面的话 既随未行 而积则已动 啊 这个积 啊 我们就是写的 就是几个的积 这个呢 在这里面读为积 啊 这个积就是说人的这个 人心所蒙发 刚开始蒙发的那个 时 那个时机 啊 所以这个积则无关叫动之威 啊 就是你那个动机 刚一开始有的那个 那个时候 那叫动之威 在这个时候尤其要谨慎 啊 要借据啊 啊 所以啊 呃 这个 呃 呼吸解释啊 就是君子慎其毒 就是对那个 人的那个 啊 啊 刚开始的那种 萌发的那种动机的时候 尤其要谨慎 啊 那么讲到 呃 戒慎乎其所不读啊 啊 讲到这个慎其毒啊 啊 我们这里边呢 应该就联系到 啊 四书里边还有一个叫大学 啊 四书大学里边 啊 可以说呢 对于这个慎毒啊 我们说儒家讲慎毒啊 啊 这个慎毒呢 这个 呃是儒家非常重视的 啊 我们看这个大学里边也讲这个慎毒啊 呃 所以大学里边有这样一段话 就是说 所谓成其异者啊 啊 啊 五字妾 如恶臭 如浩浩色 此之为自妾 故君子必 慎其毒也 啊 里边讲也讲 叫君子要慎其毒 啊 那么朱熙呢 对这个朱熙的这个大学这个章句解释就是 成其异者自修之首也 啊 自修啊 道德修养主要是 啊 这个 自己提升自己的 啊 道德意识 道德水平 啊 那么你要啊 自己 这个 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啊 重视自己的修养 首先一条 就是要成其异 啊 啊 要这个真诚啊 啊 成其异者自修之首也 啊 因为大学里边说要正心诚意 物者禁止之词 就是物自欺 啊 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啊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啊 就是道德修养 啊 一定要真诚啊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啊 自欺云者 啊 什么叫自欺呢 就是知为善以去恶 而心之所发 啊 有畏实也 啊 这就是啊 自己欺骗自己 啊 这里边的自欺就是啊 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啊 如果说我们成其异 啊 按照这个道德的 啊 准则来行事 来做事 啊 有这种道德意识 啊 也有一种道德的快乐 啊 啊 言于自修者之为善去恶 则当实用其力 啊 成其意就是啊 要实用其力 而禁止其自欺 使其物恶就像啊 物恶臭一样啊 啊 好善就如像浩浩色一样啊 啊 这是儒家的 就什么叫啊 成其意 就是也对这个道德的水平的 就是自己道德修养到什么程度 这是不能够欺骗自己的 啊 就达到那种啊 啊 物恶秀啊 物恶秀 就你闻到那个不好的那个味道 马上你就会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 啊 这个呢 是 自己欺骗不了自己的 啊 啊 见到那个好的颜色 啊 这个呢 有一种喜好的感觉 这也是不能欺骗 欺骗自己的 啊 这种喜好 是发自人的 啊 这种 啊 情感 啊 这种情感啊 啊 是不能欺骗自己的啊 啊 所以啊 道德的修养 也应该叫五字七啊 啊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按照周一说 就是要仅于此 以审其激烟 就是对一些细微的事情 要谨慎 借据啊 啊 啊 这个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嗯 后边我 我觉得这个朱熹这段话呢 啊 啊 大家可以啊 去领会一下 就是 小人贤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 俨然 俨其不善 而助其善 人之事己 如见其 肺肝然 啊 如见其肺肝然 则何以此为成于众行以外 故君子 必慎其毒也 啊 这也是大学里面 啊 这个一段话 啊 朱熹的大学章句呢 也特别重视这段话 啊 贤居就是在独处的时候 在个人独处的时候 啊 别人所不知道的时候 啊 这个 比较隐蔽的地方 啊 这里面既包括人的内心的这个 意识 也包括人的这个 在这个独具时候的行为 啊 啊 这里面艳然的话呢 就是不得已 啊 感到这个 啊 这个 不好意思啊 不得已 就是说小人呢 在隐蔽的地方就做了些个不好的事情 啊 但是见到人以后呢 就想掩盖自己的行为 啊 所以呢 小人也不是 不知道善 之当为 啊 恶之当去 但是不能实用其力 啊 而君子呢 就应该是 在这个 人所不知 而己所 独知的时候 恰恰 要 慎其独 啊 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啊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 乘其义 啊 才能够真正的去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啊 那儒家呢 啊 啊 讲的这个慎独啊 啊 慎其独 就是越在我呢 越在细微的事情上 啊 越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啊 包括自己的内心的道德 这个内在的这个意识和啊 个人的这个行为 越要谨小慎微的 来啊 啊 这个注意自己的 这个意识和言行 啊 这样才能够啊 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道德修养 啊 那么这一节呢 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 可以说总结起来就是 朱熙说的存养醒茶之药 讲的是存心养性 啊 反省自查的道德修养功夫论 啊 强调了要诚意 要慎独 啊 啊 这里面就是 这个慎独呢还可以联系到就是孟 啊 孔子说的 啊 古之学者未及 啊 今啊 今之学者未人啊 啊 这个未及啊 古之学者未及 为什么 什么叫未及呢 就是说 自己切身的认识到 道德修养是我啊 应该做的 啊 那么我之学我之修养 都是为了提升我自己的道德水平 啊 这是我愿意做的啊 啊 这是未己之学 包括孟子 包括这个还有孔子呢 都是要强调这个 要学之为己 古之学者为己 啊 就是欲得之于己 啊 为人呢是有见于人啊 啊 就是诚意 韩尔诚有这句话 啊 为人呢就是说啊 为了是表演给别人看 啊 啊 啊 那么朱熹呢 啊 我应该提升我的道德修养 啊 啊 啊 做一个有价值的啊 啊 这个道德高尚的人 啊 为人 是我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啊 啊 做给别人看的 啊 所以 是成其意 还是不成其意 是自欺还是不自欺 啊 区分 就是为己之学 和这个为人之学 那么我理解 儒家学说 首先是为己之学 啊 只有这样 才能够提升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啊 提升自己的这个道德的境界 啊 这句话 我很早时候 啊 就 听谁讲的 是听梁树明先生讲的 啊 1984年 啊 或者1985年 啊 那时候办那个中国文化讲序班 中国文化讲序班 请了很多的这个 著名的学者 其中有一讲 就是梁树明讲的 梁树明后来 讲完之后后来 他后来是给中国文化说的 提了一个字 啊 其中有了一句话 就是儒家之学 是为己之学 啊 就是你 提升自己道歉 这不是为了别人的 啊 但是 后边他一句话 他说而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 啊 道德修养是为己 啊 不是为人的 但是这个提升了道德修养之后 啊 那么呢 他说这个己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己 啊 他要负担起这个社会的责任 有道德的 这个责任感 要有社会的忧患意识 啊 那么有这种道德 这个担当精神 有这种忧患意识 他首先要内在的 还是要有他的一个道德的境界 所以他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仍然是为己之学 所以为己之学是基础啊 提升了自己啊 那么才能够啊 按照孔子说的就是 修集以静 然后才可以修集以安人啊 啊 那么做出更大的贡献 就是修集以安百姓啊 啊 所以啊 这个 《慎其读》 作为儒家的这个道德修养的功夫论 啊 我们这个讲的 在这里面 在中庸和大学里面都是受到重视的 下面我们就讲这个第三节啊 第一章的第三节 这节的经文是 喜怒哀乐之未发未知中 发而节中节未知何 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知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啊 这一节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分成这么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未知中 发而节中节未知何 我们可以说的叫一句话 啊 因为呢这一个句号 也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分成是 啊 这一句话里面有两句啊 啊 喜怒哀乐 啊 这个主席主席上也说情也啊 啊 这个好理解啊 啊 我们讲的说喜怒哀乐 这都是人的那个情感啊 啊 人的情感啊 啊 所以这个中文古代讲到情的时候 我们叫性情啊 啊 情的话就是我们发出来的这个情感啊 啊 可以说性情啊 啊 有主要讲了四个啊 啊 喜怒哀乐 啊 这四个啊 啊 中国代有时候讲了六情 有时候讲的话比较多的讲了七情啊 啊 像这个礼记里边啊 啊 讲了七情就是喜怒哀乐 啊 好物欲啊 啊 讲了七情 所以有时候讲四情 有时候讲七情还有有时候讲五情 是吧 啊 啊 中英里边这边喜怒哀乐 啊 啊 主要是 啊 啊 和盖库仁的这个情感有四个啊 啊 喜怒哀乐 啊 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 其未发啊 啊 这个情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 朱熹呢 把他说 其未发 性也 啊 所以我们想说朱熹 这个中英里边说这张是讲的性和情 啊 那么这里边什么 一个是讲天命之为性 这是讲的性 啊 那么 第二个后边呢 讲的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知性 啊 这个喜怒哀乐之未发 就讲的就是性 啊 啊 所以朱熹的章句就说 其未发啊 得性也 那么 未知中的这个中 啊 啊 朱熹说 无所偏移故未知中 啊 这个大家现在也好理解 啊 啊 虽然啊 它含义很深啊 非常重要啊 啊 无所偏移啊 啊 它不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啊 啊 它是啊 属于正中的啊 啊 也可以说中和这个正是连在一起的啊 啊 啊 中正啊 啊 中和正连在一起 它不不偏也不倚啊 啊 也可以说呢 就是无过无不及啊 啊 如果它有一个度啊 啊 什么时候是说你超过了啊 啊 这就是过了啊 啊 你没有达到这个就是不及啊 啊 就是也不是说你没达到那个也不是超过了啊 啊 它恰到好处啊 啊 所以中庸的这个中也是有这个意思啊 啊 无过无不及啊 啊 恰到好处那一点就是中啊 啊 后面说 发而结终结未知何 啊 啊 这个 主席张军就说啊 发结终结情之正义 啊 所以喜多耶路是未发 这个 他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就是人的性 啊 他发出来的话呢 就是情 所以中庸里面 这个未发和已发 最后来到宋代的理学家那里边都成为重要的范畴 所以他们经常讨论的就是已发和未发啊 啊 那朱熹后来是啊 用了很长的时间 得出一个呢 就是这个心统性情啊 心统性情就是心啊 它统着包含着人的性和情 啊 那么这个性呢 就是未发啊 啊 情的话呢 就是已发 所以性和情 这是两个重要的范畴 啊 这个韩国的儒学 他们讨论的问题啊 就是四端和七情啊 四端七情啊 啊 七情也是讨论和性和情的这个关系问题 啊 这后来这个儒家啊 这个 这个理学的 到底学那里边啊 成为这个重要的范畴 啊 这个讨论的非常深啊 啊 也非常多啊 这个这个意思啊 也比较复杂啊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他发端于就是中庸里面的这段话啊 啊 啊 喜多艾乐 未发 未发就是性 啊 已发 就是情 啊 那么发竭终结 啊 注意说这是情之正也 啊 情之正也 啊 无所乖利 未知何 啊 乖利就是冲突 啊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感情情感 啊 这就是性感的矛盾冲突 这就不是和啊 啊 当然单一的一种东西啊 啊 放在一起 那叫同了 也不是和 和的话是多种因素 结合在一起 能够 得其平衡啊 啊 无所冲突 这个叫做和 用这个喜怒哀乐 未发来讲这个性 啊 在中庸之前 啊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郭殿初简的一个性子命初里边 啊 有一段大致相似的话 啊 啊 这个性子命初这一篇讲说 喜怒哀悲之气性 啊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就用喜怒哀悲 来讲人之性 那看来在中庸之前呢 就已经有了 及其见于外啊 或者说及其献于外 则误取之也 后面讲 性子命初 命自天降 道士于情 情生于性 善不善性也 所善所不善事也 啊 所以我们由此看 我是认为就是郭殿初简 有向性善论发展的这个势头 苗头 但是 性子命初 郭殿初简里边还不算是性善论 而中庸呢 我认为呢 他 有性善论思想 刚才我讲了 啊 就是说这个率性之未到 可以看出他有性善论思想 那么从这个喜怒哀乐之未发未之中 我认为呢 也可以看出他有性善论思想 就是喜怒哀乐他未发 不像那个郭殿初简说喜怒哀悲之气 性也他简单就只是说喜怒哀乐 他未之中 啊 这样呢就为人未发的这个喜怒哀乐呢 赋予了一种中的属性 啊 这个喜怒哀乐他属于这个不偏不倚的 啊 未发啊 而中 而中的 所以我认为他有中的属性 啊 我认为中庸呢也可以说他 啊 有这个性善论的 啊 这样一个思想 啊 可以说作为孟子 啊 性善论的一个先生 啊 他前面有这样做了一个铺垫 中 啊 喜怒哀乐是未发未之中 啊 这个中呢 就是无所偏矣 啊 啊 无过无不及 中者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之名义 啊 不是啊 过度 也不是 啊 这个 不及啊 没有达到 发而结中结 为之和 啊 就是这个喜怒哀乐他发出来了 啊 中结 啊 中结 这个结就是要有结度 啊 符合这个结度 无过无不及 啊 你施了这个度 啊 超过这个度了 就是过了 啊 没达到那个度 那就是不及 啊 所以无过无不及 也就是正好中了那个结度 啊 有了这个度 所以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那个度的这个 这个意义 啊 这一点我想呢 和中国呢 啊 这个 特别重视 啊 因为说说农业啊 啊 这个 这个重视天气啊 天气也是 它也是 有一个结气 什么叫结气 就是到那个时机 啊 它就到了那个度了 啊 所以在春夏秋冬有不同的结气 啊 这个风调雨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它是要中那个结 按照那个结度 啊 你下雨多了它就烙了 啊 你这个下雨少了它就汗了 什么时候好啊 就风调雨顺 要这个 重结 啊 要适中 所以也不偏也不倚 啊 这就是 中国来讲的那个中 произвед出 请不吝点赞